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现在呢,我刚刚要录一个母子介绍 对不对,但是呢,很明显有些事情发生 那个,有些事情发生,我刚刚录视频 然后有些事情发生了 所以呢,事情是什么呢,很简单 我刚刚在微博上看到了子民发的一个微博论线 屏幕上可以看到那是最好的 然后,我来读一遍啊,我来读一遍 CC是一个会中文的十七岁的外国人 价值观未必和我们从小时候教育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意理智性一样 对于他开玩笑也好,嘿我也好,我并不在意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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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大家这些东西,为什么他要发这个呢 因为他的一个粉丝发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 然后这个文章呢,基本上是把我以前微博上所有和子民有关的梗 或者是粉丝给我转发的那些和子民和我有关系的一些梗 他把这些全部放在他自己的文章上,然后说我在黑子民 那么这些梗呢,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这些梗包括我的MC头像和子民的MC头像 在互相亲吻这种梗 或者是我们之前做的那个视频叫做什么 如何成为子民,对不对 还有一些,我来看一下他还转了什么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在街头上 然后我靠着电线杆 然后上面有一些图片写,如何成为子民这些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会成为黑塔 但是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我的视频里面,或者大家看我书的话 大家知道有时候我会去提到朱明华先生 或者是提到子民先生,对不对 为什么呢,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子民是MC里面粉丝处不光是最多一个实况主 然后呢,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什么,是谁,对不对 就像一个明星一样 比如说你唱歌,然后你知道最大的那个明星是谁 然后就是说,你就会去提到他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像象征物一样 我视频也是这样子,所以我提到子民呢 子民有一些地方比较好玩 比如说,做一些视频,无缘无故要提到大自然 或者是无缘无故要提到民族主义,或者其他东西 这个为什么我觉得挺好玩 所以为什么我在视频里面一直提到他 因为他这些梗,或者一些比较突出的地方 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在视频里的话,有时候也会提到他 这个为什么 那么子民呢,今天转来这个微博 我也是转来这个,他粉丝发的这篇文章 然后说了这一大堆话,让我有点看不懂 为什么呢,让我们解释一下 所以他无缘无故先是转发了这个文章 然后突然提到 我开始用他的话来说 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戴过红领巾 也在,这个两字不会读 什么升起的五星红旗 前流过泪 真要计较 祖国这百年来的屈辱还少吗 第二次鸦片战争 圆明园的残骸躺在那里 日军南京大屠杀 三十万军民 疏骨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到我上 what 我只是做个视频而已 为什么大屠杀和我有关系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祖籍本是浙江宁波 全日本发动机的战争 家园被 逃难 来了上海 我不是在朝向那些 经历过日本大屠杀 或者被日本大屠杀影响的一些人 历史我们都知道 日本人做的那些事情 我们都知道 以前做的事情非常邪恶 我们也知道 对不对 但是我的问题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会和这个件事情有联系 你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一点没有看懂 然后他继续说 他说 我父母都是知青 响应祖国号召 把精神都在将近 向他们学习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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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说 我是个职业的片导 以视频为生 宣传是生态环保 然后我只是个普通人 遇到小伙伴都比我六秀 是大家改变机器 成就了我 感谢祖国 感谢大家 噢大哥对不起 其实还没有结束 对不对 他把这个发微博上 置顶了 第一个 然后我在 我刚刚写完了一个回应 等一下 我告诉你们回应是什么 然后上了优酷 然后优酷广播里面 也有一模一样的文章 然后上面还有那个 那个粉丝转发的那个文章 就是那些梗 那些我和子民那些梗 放在里面 我不知道一图是什么文章 我完全一辈子没有看懂 突然 然后子民呢 我以前黑子民 也不是黑子民 但是有子民那些梗的话 我说过都是搞笑 对不对 他就突然这一个 态度180度大转变一样 然后以前呢 也有一些粉丝和他说 就是我在视频里面 说他这些事情 他说什么呢 借刀杀人挑拨了一件真可怕 我在声明一下 我和C同学两年前认识 我记得去年生日时 C也来歪歪唱歌 祝信了 后来我们联系不多 C是一名优秀的国外实况主 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有时间我一定会多多 向他请教的 我以为子民是意思是 他同意我这样子 放这些梗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有趣的事情 然后他自己也说 这是一些无害的这些举动 对不对 他自己 他其实在这个文章里面 也这么说 也这么说 但是之后又提到名字主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些 这些梗放进去 唯一就是因为好玩 完全没有任何为了贬低他 我不是因为去贬低子民 我只是觉得 他的一些特点很好玩 然后观众都知道子民 这为什么我会有这些笑话 在进去 那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突然转发这个文章 然后故意就措辞上面 好像自己是受害者一样 马上就说到民族主义 或者是祖国以前的发生事情 以及个人的耻辱 屈辱和各种的荣耀 以及国家的荣耀 在我看来 这完全是一个 舆论导向的行为 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无缘无故 就会有这样一个行为 但是这完全就是为了 靠以前国家这些荣辱 或者自己的荣辱 把这些无缘无故 写到这个题目里面 去做舆论导向 然后所有观众 可以看到这篇文章 然后再说 哦对日本金本侵略 大屠杀 是我们应该解释CC 微博上对不对 已经差不多 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我也可以做这回应 那么子民 马上写完这个 就放到旅顾上 那我必须又过来 做这回应了 对不对 没有办法 我也不想做这视频 你知道我刚刚要做一个 恐怖地图的一个模式介绍 我还挺兴奋 这为什么我打开摄像头 灯都已经放好 然后又开始录视频了 然后突然看到这东西 也挺奇怪 所以我做个视频 回应一下 这也不 我也不希望什么 对不对 以前粉字事情 大家也听说过 以前好多人 我的天啊 有粉字 有子余 有好多事情 子民有好多 小伙伴有好多事情 都在以前 什么超 我说我超习子民 我也被黑得够惨了 对不对 我也被子民的粉丝 黑得够惨了 我也被子民小伙伴 黑得够惨了 说我抄袭子民 说我做他们的缩猎图 说我抄袭别人的缩猎图 然后给他们做缩猎图 说我炸房 说我是神经病 什么都说过了 我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但是视频回到这里 我很无奈 对不对 但是视频 事情就是这样子 然后 其实 我希望大家 以后看人的时候 不要就看大家 其他人外表 给大家展现 是什么样子 更多要想想 他们为什么 要说这种话 然后不要这么 被轻易的 被舆论导向 因为我知道很多 年轻的观众 不知道舆论导向是什么 然后很容易 被别人牵着走 所以 请大家小心一点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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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